新聞是三峽凌晨發生了警匪追逐的案件 警方調查一名48歲的理性嫌犯 他當時騎車到三峽一間超商 當時他是發現說在大夜班的時段 其有一名女店員固定 因此他就起心要搶劫 不過他進到超商裡頭之後 是先假裝買東西 買了四瓶飲料付了一百塊錢 卻是趁對方打開收銀機的時候 一把抓走了好幾張的千元鈔 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我們在逮捕他的時候 他似乎就急著想要趕快回家 那被我們攔下來的時候 他還問說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當場就把他制服在地上 然後因為同步也跟另外一個報案的警察 確認當時的那個歹徒的身分和贓款 是不是就是被搶的錢 好 當時這名女店員 他還一度有追出店外跟這名搶匪來做拉手 不過當時這個搶匪是有對他嗆聲 說要對他不利 因此這個女店員才會趕緊鬆手 讓他離開 那這名搶匪之後是騎車一路往台北市的方向逃逸 他騎上了滑江橋 不過就在要下到台北端的時候 當場就在橋上被警方攔下 當場壓制逮捕 依準竊道罪 還有這個傷害罪嫌 將他移送偵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在立正TC